中国广州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六人受伤。 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任后首次出访非洲,推动中非合作关系再升级。 乌克兰东部地区动荡不断,30名反政府人士被打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裂分子死亡。星期二有关当局暂停了在工业重镇,顿孽茨克的交火。 目前还不清楚停火的原因,以及停火能够持续多久。 随着乌克兰暴力冲突的升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告诉法新社记者, 他将在局势恶化失控之前担任调停人。 乌克兰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 亲俄罗斯分裂分子掌控了多个东部城市, 要求举行公投来决定是否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另一方面,今天在中国南部城市广州, 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六人受伤。 有关详情,下面请开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这起事件发生在星期二上午11点30分左右, 地点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 新华社的报道说,仅初步了解,这一事件造成六人受伤, 受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 官方媒体还公布了广州市官员前去广州军区总医院, 看望被砍伤了民众的照片。 中国媒体报道说,持刀行凶的有不止一名嫌疑人。 广州火车站广场的巡逻民警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 对行凶者口头警告无效后,果断开枪击中了一名持刀行凶的嫌疑人。 另有报道说,总共有四人参与了发生在广州火车站的这一起持刀行凶事件。 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前不久,上个星期, 在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也发生了一起暴力行凶事件, 造成一名民众死亡79人受伤。 而且时间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结束对新疆的视察之机。 中国官方称乌鲁木齐火车站的暴力袭击事件和之前发生在中国南部云南省昆明市的暴力袭击事件都和新疆维吾尔人有关。 今年3月的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袭击,导致29人死亡,143人受伤。 在中国境外流亡的维吾尔人领袖热比亚等人都认为, 维吾尔人近期针对汉人的暴力行为是中共的政策导致的。 不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讲话的时候,否认暴力恐怖活动是所谓的民族问题或者是宗教问题, 并且坚持要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保持高压态势,健全反恐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中国警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了著名的人权律师蒲志强。 蒲志强上个周末参加了一个在北京举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纪念研讨会。 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遭到警方的拘留和传讯。 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蒲志强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曾经呼吁废除劳教并代表过多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包括画家艾未未,以及要求官员公事财产的新公民运动, 被南方新闻周刊评为《封面风云人物》标题是中坚普志强。 据天安门母亲张仙玲称,十几名中国知名律师、大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上个周末参加了一场关于六四的讨论会。 会后,多名与会者被警方传讯、拘留,有的至今仍然和家人失去联络,下落不明。 北京公安局海淀分局的声明称,北京警方对蒲志强以寻衅滋事罪进行了刑事拘留。 目前,蒲志强律师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路途社报道说,正式拘留蒲志强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1989年6月4号镇压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25周年前夕,对任何形式的批评都很敏感。 蒲志强律师先前在接受美国知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 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至少有比如说,追打别人啊,惹是生非啊,他是从原来这个,比如说流氓罪啊,对这些踏出来的一个罪名。 蒲志强律师楼的同事夏琳和曾经为四人帮和江青辩护的中国著名大律师张思之也证实蒲志强被拘留,并愿意作为蒲志强的律师为蒲志强辩护。 路途社报道说,北京警方以及国家安全人员还搜查了蒲志强的办公室和家庭。 北京警方和北京第一看守所的官员拒绝对此发表评论,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的到来,中国加强了对异议人士的压力。 社交网站推特上,有网友针对蒲志强被拘捕发表评论说, 就算你们杀光每一只爆小的攻击,天还是会亮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刚刚我们看到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上个周末在北京参与了一个六四纪念研讨会之后,遭到警方的传唤和抄家。 今天海定区公安局已经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 蒲志强也成为今年第一位因为参与纪念六四二十五周年活动而被当局刑拘的人士。 下面我们就通过连线,请人在四川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岐先生来谈谈目前最新的情况。 黄岐先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是的,首先我们刚刚提到最新消息,出席这场六四的研讨会的许多人, 包括蒲志强、徐有瑜还有胡石根都已经被刑事拘留,都关押在北京的第一看守所。 那么北京这么早就展开了这个打压行动,您用什么看法? 目前来说在中国大陆由于民间维权运动风气云涌, 再加上民族地区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群体性事件和一些激烈冲突的事件。 所以说官方必然加强这种打压,以震慑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或者说民族方面的朋友们。 那么另外一方面,正在江苏无席的天安门母亲丁子林,原本也定在今天要返回北京。 但是他昨天告诉美国之音的记者,北京的公安已经到江苏警告他, 6月5号之后才能够回到北京,那么今年的六四活动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今年六四期间,事实上前往北京的朋友们, 特别是涉及到一些上方的民众和一些异议人士, 在这方面都要注意,举个例来说,在今天上午, 我们就已经通知在北京的天王义工, 一定要在今天晚上离开北京,不要在北京当地滞留, 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北京方面目前已经加强了监控, 而且很可能对于一些维权上方的活动,采取年龄的打压措施。 是的,看来北京政府已经将打压的行动已经展开了, 那么您将如何纪念今年的六四25周年呢? 六四活动是一个沉淀在中国每一个朋友们心中的一个梦,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认为还是一如既往的开展维权活动, 还是真正对六四活动的最好纪念方式, 同时我们也还会像每一年一样, 探访当地的六四老英雄母亲, 因为那个在今年大约是在三天前吧, 成都的六四死难者, 周国聪的母亲唐德英已经到我家里面来了, 因为那个那天我们也看望了他, 看望了他同时那个也包括一些外面的朋友, 一些外国政府的朋友看望他, 所以说已经提前在六四之前, 我们回避该了这个敏感日期, 大家已经见了面俱乐会了。 是的,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先生, 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观众朋友们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 查看相关的文章, 我们的网址是ve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 美中两国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 有何看点? 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正在非洲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一说, 中国将向非洲增加至少120亿美元的援助, 李克强在位于爱瑟俄比亚首都亚地斯亚贝巴的非盟会议中心发表演讲时说, 中国还将帮助非洲国家发展高铁, 并为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源, 提供1000万亿美元的无偿援助。 另一方面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 这个有关中国总理李克强过去这个星期抵达非洲, 展开中非的友谊之旅, 李克强的夫妇呢, 先后将访问爱瑟俄比亚, 尼日利亚, 还有安哥拉, 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出访非洲之际, 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非洲进行访问, 奥巴马总统则将在星期一, 华盛顿会晤来访的吉布提总统盖来,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 星期一在白宫, 则访问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非洲政策的主任和总统, 特别顾问格兰特·哈里斯, 像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专访的内容。 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5月5号会晤了吉布提总统盖来, 为什么吉布提对美国国家安全这么重要?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伙伴关系, 我们在非洲最大的基地就在吉布提, 我们还在地区稳定安全和发展, 这些目标上有着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 所以总统今天接待了格兰特·哈里斯, 以便扩大这种关系, 加深我们在发展领域的共同努力, 并就更广泛的非洲之角地区的稳定和安全问题上, 讨论我们一些共同的做法。 有人说,美国去吉布提就是为了获取石油和珍贵矿物, 白宫怎么看这种观点? 石油和珍贵矿物并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这不是我们和吉布提合作的目标, 吉布提也没有巨大的储藏, 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们的军事存在, 这对非洲之角和更远地区的安全来说是重要的, 我们在发展方面也有合作关系, 试图为吉布提人创造机会。 另一个在吉布提有军事存在的国家是中国, 美国如何看这个问题? 实际上还有其他国家在吉布提也有军事存在, 在我们看来它的地理位置关键有很多益处, 所以展望未来我们看到我们和吉布提 有着长期持久的合作伙伴关系, 对此我们感到满意。 中国总理目前首度非洲访问, 美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中国相比如何? 我们在非洲的投资是持之以恒的, 多年来我们投入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做出了大量工作, 努力建设能力和非洲国家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推动共同的目标, 对我们已经做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活动正在进行之中, 包括非洲力量和总统的非洲青少年领袖活动, 我们相信这些活动将会取得巨大成就, 推动我们的关系。 就像奥巴马总统今天早晨对盖莱总统说的那样, 我们还盼望着今年十月在华盛顿召开的 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 这将是一次加深我们这些努力的良好机会。 刚刚我们看到, 中国总理李克强这个星期对非洲进行 他去年就任总理以来的第一次非洲访问, 中国正在非洲的战略资源领域进行重大投资, 但是国际社会和非洲人士指责说, 北京为了资源而无视民生和人权。 分析人士说, 李克强因此会利用这次非洲之行来拉拢感情, 改善国家形象。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李克强5月4号到11号对非洲四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 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 据报道,李克强这次访问非洲将和这四个国家签署将近60份合作文件, 包括石油、经贸、文化、农业、卫生和人员培训等等。 中国决定向非洲国家增加100亿美元贷款额度, 使已经承诺的贷款提供额度达到300亿美元。 自从2009年以来, 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2000年双边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 而去年则猛增到2100亿美元。 另外,过去十年来,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增长了30倍, 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5亿美元, 距增到2012年的150亿美元。 李克强在埃塞俄比亚还承诺, 把中非发展基金增资20亿美元。 据报道, 李克强还将在非洲联盟向整个非洲发表演讲, 谋求增进感情。 内罗币的独立经济分析师阿里萨处说, 中国财大气出, 可以说到做到, 对非洲领导人是极大的诱惑。 对非洲国家领导人来说, 中国可以改变现实, 十年前有一批项目, 只能是幻想, 可是中国人来了, 他们说, 这个主意不错, 可以做, 这让非洲领导人感激不尽。 非洲国家普遍认为, 中国是针对西方的一个健康的抗衡力量, 可是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批评中国的行为是新殖民主义政策。 中国发现, 经历了长期的资本主义,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压之后, 自己竟然处于当年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同样的地位, 因为他自己已经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国际社会批评中国, 只顾经济利益而无视非洲国家的名声, 对那些践踏人权的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美国国务卿克里4月29号到5月5号, 出席了美国非洲联盟高级对话, 并且访问了埃塞俄比亚、南苏丹、 刚国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这四个非洲国家。 绝不应该把整个国家卷入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恩怨, 让南苏丹的局势恶化成目前的状况。 克里表示, 很遗憾中国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反对联合国几乎所有的努力。 他们不关心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 常常打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等无相原则的招牌,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己的人权记录也不好。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呼吁本国政府 更好的管理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 对中国公司贿赂、粗暴对待非洲雇员, 以及破坏环境等行为越来越不满。 比如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新建的巨额电子通讯设施和服务 遭到质疑,包括收费过高,管理不善, 甚至涉嫌行贿来获取合同等等。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现场直播的BOA卫视新闻。 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结束了非洲之旅返回华盛顿。 克里这次出访非洲,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目前也正继续在非洲访问。 现在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 BOA卫视著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请荣香介绍有关的情况。 荣香您好。 是的,这次克里访问非洲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还有美洲的两国领导人先后访问非洲? 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意涵吗? 国务院表示,美国国务卿克里已经结束 对非洲访问最后一战, 安哥拉行程返回华盛顿。 克里在安哥拉和安哥拉的总统 以及外长见面,讨论了双边和经贸议题。 而下面这篇报道就要带您看看 克里这次访问非洲有什么重要的看点 以及具有的意义。 美国国务院说,克里国务卿这次访问非洲 主要在于鼓务民主发展, 提倡对人权的尊重,促进和平与安全, 和非洲的青年领袖进行交流, 并且提倡贸易和投资。 克里此行临时加了南苏丹的行程, 他和南苏丹总统基尔在首都猪八会面, 这是南苏丹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分子 在去年12月中旬爆发冲突之后, 美国首次派遣高级官员到南苏丹, 显示美国对稳定区域安全的重视。 美国敦促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直接会谈。 克里说,如果不尽快结束暴力冲突, 局势将陷入更加绝望的地步, 并且可能发生饥荒的风险。 一个月前,美国曾经表示不排除 对威胁南苏丹的有害分子进行制裁。 一些观察家希望, 克里这次意义重大的访问 有助于尽快结束南苏丹的内乱。 克里以及李克强两人先后访问非洲, 显示美中对于非洲的重视。 有观察家因此分析, 美中在非洲存在着竞争关系。 而我们来看看两人这次访问的国家 以及讨论的议题也有重叠的地方。 例如,两人都访问了爱萨俄比亚 以及安格拉, 也讨论了对非洲的经贸投资。 逸华。 是的,那么克里国务卿在这次访问非洲期间, 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克里的专文, 阐述美国对非洲的政策。 能不能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有什么重点? 克里国务卿在这篇《以非洲正在崛起》。 美国必须确保非洲继续发展的专文, 延续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去年6月底访问非洲所垫下的基调, 明确指出美国对非洲的重要政策目标, 包括了解决区域的冲突, 特别是最近南苏丹所爆发的内乱。 此外还包括了能源援助以及人文的交流。 那么在能源援助上面将继续落实奥巴马总统所提出的倡议, 来确保来增加非洲获得供电人数。 此外在人文交流上将继续落实, 国务院所继续落实的非洲青年领袖交流倡议, 那么在今年夏天有500位非洲的年轻学者将到华盛顿参加交流项目。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所带来的介绍, 荣湘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中国总理李克强过去这个星期天抵达非洲, 展开中非友谊之旅。 李克强夫妇相后将访问爱瑟俄比亚、 尼日利亚、安哥拉和肯尼亚四个国家。 期间他还将出席尼日利亚的世界经济论坛非洲峰会。 下面我们继续立刻连线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教授严正深来进行分析。 严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的,我们知道从2009年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那么北京却常常被指控在阻碍非洲的发展,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指控呢? 当然有前面的一些殖民母国, 包括英国、法国以及世界第一超强美国, 当他们在非洲的影响力逐渐上市的时候, 那认为说中国大陆在非洲这样的一个积极的经营, 特别是为了要夺取一些能源、矿物等资源, 所以把这个中国大陆在对非洲的援助也好, 投资也好, 或者进行的一些经贸合作, 就归类成为是一个这种新的殖民主义, 为了并不是非洲人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福祉,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能够取得这些资源, 对中国大陆自己的经济发展来有一些帮助。 是的, 那么这次您刚刚也提到了, 这次李克强出访这个非洲将推动中非合作的这个再升级, 预计2020年呢, 甚至会将这个对非洲的直接投资贷款, 总这个金额达到1000亿美元, 并且增加这个贷款额度, 不过有人批评这是中国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 专注于在这个追求他们的原物料, 而不是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和市场, 那这种说法您用什么其他的分析呢? 我们如果看这个西方的媒体或者政治人物, 甚至有一些非洲的这个学界都会有一些批评, 但是如果我们看部分的学者的研究, 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中国大陆在非洲的经营,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获取资源的目的, 但是实际上也帮助了非洲的一些改善, 比如说这些基础建设, 我们看到英国法国或者甚至是美国, 他们在非洲经营了这么四五十年之后, 其实非洲的基础建设还是相当的落后, 那中国大陆在进行这个基础建设的援助的时候, 被人家指控的是说, 你没有创造当地非洲人的就业机会, 而只是把中国的工人带去, 但是至少他完成了这些基础建设, 那也让非洲的这个过去二十年来, 特别是这个二十一世纪以来, 他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有非常亮丽的表现,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指控说, 他的基础建设也是为了要将这个非洲的能源能够输出, 然后输往中国,包括在苏丹的这个油管也好, 或者说是在肯亚现在要做的这个港口, 都是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个经济利益, 但是即使如此, 他还是完成了很多的这些基础项目。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中国对非洲的这个投资, 还有这个援助之外呢, 美国的国务卿克里也对非洲进行了访问, 他在非洲的时候呢,呼吁美国人增加在非洲的投资, 尤其是各大企业,包括IBM或者其他的科技公司, 这是不是有点显示出美中在非洲的角力呢? 我们看到美国事实上在这个80年代末期以前, 确实在非洲有下很大的一番功夫, 那个时候是为了冷战, 那冷战结束之后, 其实美国的重心就很少在非洲, 那过去20年大概除了反恐的一些行动之外, 美国对非洲的重视是不足的, 也让中国大陆超越了美国, 成为非洲最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那非洲在整体中国对外投资里头, 大概达到3%左右, 在美国的话只有1%, 其实美国应该有更多的空间, 特别美国他自己有非洲裔, 可以跟非洲来进行一些互动, 但是现在落后,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非洲过去这么一二十年来, 没有受到重视, 那现在美国的政府如果要开始重视, 我觉得虽然晚了一些, 但是还是可以为, 只是美国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有许许多多的这种政治, 民主, 人权, 善志的标准, 虽然在非洲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个从来不干涉内政的中国, 我想凯瑞这次去非洲, 我们看到的, 大家要看他是要处理, 比如说像南苏丹的这种内战种族灭绝的问题, 他也对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 是不是应该在竞选第三任, 他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然后到了安格拉也重视一些人权的议题, 所以当美国把这些条件拿出来的时候, 是让非洲国家心里头不太,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的教授, 严震生老师, 看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还有发展, 以及李克强这次的非洲之行, 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广播和电视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查询相关的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eoachinese.ceom, 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看, 有媒体报道说, 北京正在为平壤的政权垮台做准备, 北京在朝鲜问题的立场是否出现了变化呢, 请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即化方式垂直即化,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eoachinese新闻, 美国一些安全顾问题专家说, 华盛顿应对南中国海的问题策略, 没有能够阻止中国在这一地区实施蚕食政策, 他们认为美国需要做出改变, 包括推出南中国海国家战略, 有关详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 立场日益强硬, 美国近年来提高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包括扩大和巩固与菲律宾的军事同盟关系, 试图阻止中国以胁迫的手段, 强行占有这一海域。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中国以蚕食的方式逐步扩大和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 过去两年中, 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对斯卡伯洛遣交,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的控制, 并试图阻断菲律宾船只, 向在第二托马斯遣交上,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仁爱交上的菲律宾军人提供补给。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格罗夫斯前不久在一场讨论会上说, 美国目前的策略看来成效不大。 这种保持警惕, 继续维持现状的做法看来对我们不利, 我们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位国际法专家认为, 美国政府需要像对待北极问题一样, 制定出一套针对南中国海问题的国家战略。 我们在南中国海有重要的利益, 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份相关的国家战略报告。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行动, 将我们的想法和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的法律意见纳入一份报告, 好让我们将此记录在案呢?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认为, 在短期内, 美国应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支持菲律宾寻求国际法庭, 对南中国海主权争议做出仲裁, 促使中国以和平手段处理主权分析。 如果国际社会不站出来, 说这件事很重要, 说遵守规则和国际法很重要, 那么解决争端的这条道路会被阻断, 我们的处境会很艰难。 中国常常以非相关国不应介入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为理由, 警告美国不要插手这一事物。 美国官员一再表示, 南中国海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虽然不在主权归属问题上选边, 但坚持认为各国必须和平解决主权争议。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英国美日电讯报报道了泄露的中共军方应对朝鲜垮台的计划, 多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对此消息不表怀疑。 专家们说, 这不仅显示了朝鲜政权岌岌可为高度危机, 而且显示北京在对待朝鲜问题上出现了惊人的发展。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所发回来的报道。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向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将此消息泄露出来非常值得玩味, 说明了北京在对待北韩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发展。 我不能确定这一文件是否真实, 但能确定的是,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 中国很长期以来, 一直拒绝与美国或韩国讨论一旦北韩政权垮台的危机应急计划, 而现在的事实是, 北京正在考虑这一问题, 虽然不愿意公开讨论, 但这确实是一个有别于过去的标志性发展。 张家敦是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 他补充说, 中国在为北韩政权垮台做准备是真实的, 平壤政权出现危机的可能性相当高, 他对中国对此进行考虑并将之付诸军事计划不感到奇怪。 张家敦认为, 北京泄露这一消息不仅针对北韩, 也针对美国。 我认为这说明了北京知道需要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也是要告诉北韩政权, 他们走的是一条不稳定之路, 中国可能会采取对这一政权不利的措施。 所以, 我认为中国主要想做的是推动北韩向着更好的方向转变, 我想, 他们现在可能感到非常受挫折, 因为他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产生理想的结果。 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副教授安德鲁, 梅尔特表示, 外界以为中国对北韩有很大影响, 其实不然。 如果北韩发生重大意外, 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因此, 我认为中国一直对此十分谨慎, 不是因为中国能做什么而选择不做, 而是确实北韩问题对中国而言十分困难。 纽约华人政治评论家孟璇表示, 他看到这个消息后有点诧异, 他说, 金正恩上台后频繁整肃多名高层人物, 包括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张成泽, 使北韩政权显出乱象。 根据他的观察,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显然对金正恩极不满意, 尤其是他搞核爆炸。 孟璇认为, 习近平的北韩政策包容减少了, 强硬增多了。 我们也听说, 最近中国曾经对他三个月就没有出售石油给他, 所以北韩这个政权本身当然外部很难知道他最近里头真正是怎么回事, 可是有相当的可能他是会你完全想象不到的, 一下子就垮台了。 孟璇认为, 中国现在对金正恩可以用恨不得去之而后快来加以形容, 在被泄露的消息中, 使他感兴趣的不是对难明朝涌入所要做的准备, 而是暗示鼓动北韩高层人士的叛乱。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详尽的紧急应急计划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制定, 被泄露的文件包括了拘留北韩领导人和在中国边境建立难民营 以应对这一神秘国度爆发民事骚乱时的计划。 这项计划要求采取措施监督中国与北韩879公里长的边境线, 计划还说, 北韩领导人应该被关在特别拘留所以便对他们进行监督, 同时也可以防止他们进一步指挥军事行动或参与有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动。 美国之音方斌, 纽约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VEOA卫视新闻, 稍后第二小时VEOA卫视将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现在主持人黄耀逸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 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 欢迎耀逸。 一华您好。 是的, 今天要讨论什么话题呢? 我们两个话题, 一个是新疆的恐怖袭击事件, 4月30号我们知道在新疆发生恐怖的爆炸事件, 那么自从北京的车子冲撞事件, 还有昆明的砍杀事件之后, 这是今年第三起了,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反思说中国的反恐的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或是他们民族的政策是不是有些问题, 所以导致这样子事件不断来发生。 是的, 这个下一位话题还是相当的严重。 是, 那我们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的是这个央视的一个节目, 我们知道央视在海外现在有很大的市场, 尤其一个节目很受欢迎是这个《舌尖上的中国》, 然后推出了第二季, 不过呢, 被很多人这个批评的是说呢, 舌尖上的中国好像有统战意味, 甚至爱国主义在里面, 被这个香港媒体说是舌尖上的统战, 那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真的有这些爱国的这个主义在里面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来讨论。 是的, 看来这是不是中国的软实力的一种影响力, 是的,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药义的介绍, 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EOA卫视, 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现在请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无论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VEOA卫视新闻, 埃及前军事首领阿普杜勒·法塔赫赛西说, 如果他赢得这个月底的总统选举, 伊斯兰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将没有立足之地,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EOA卫视新闻的报道。 赛西在星期一播出的自他参选之后的第一次电视采访中说, 穆兄会和被罢处的总统穆尔西已经完了。 赛西说, 并不是我把穆兄会给了结的, 而是埃及人民做的, 并不是我要跟他作对, 而是埃及人民反对他。 他们已经两次对穆兄会说了不, 他们在6月30号说了不, 他们现在仍然在对穆兄会说不。 赛西在同时接受两家私营电视台采访的时候发表的言论, 显然明确拒绝了愿意和穆兄会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和解。 在被赛西和埃及军方赶下台之前, 穆兄会曾经是埃及最强大的政治势力。 自2011年秋天独裁者穆巴拉克垮台之后, 穆兄会一度赢得所有的选举, 而现在他已经被军方扶植的政府列入了恐怖主义组织的黑名单。 赛西在采访时说, 曾经两次有人图谋刺杀他, 但是他没有就此进一步的详述。 穆尔西当选之前, 埃及历任总统都来自于军方, 但是3月份离开军队之后, 宣布参选的赛西说, 军方将不会干预对埃及的治理。 VOA卫视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在南苏丹推动政府和叛军之间实现停火。 潘基文星期二在珠巴的一天行程, 包括与基尔总统会谈, 去联合国使团大院与数千名躲在那里避难的人们的社区领导见面。 潘基文访问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说, 如果南苏丹政府和叛军不承诺和平会谈, 南苏丹将承受制裁和其他可能的后果。 一名中国公民星期二在马来西亚东部一个渔场, 被菲律宾枪手绑架。 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说, 五名绑架中国籍杨姓男子的持枪匪徒, 逃向菲律宾南部, 并曾向拦截他们的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开枪。 沙巴当局说, 34岁的杨姓中国公民来自广州, 在巴比岛上一个香港人拥有的渔业公司担任经理已经三年, 这已经是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第二起中国公民在沙巴被菲律宾枪手绑架的事件。 上个月, 一名来自上海游客在一家酒店遭到菲律宾枪手绑架,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另一方面, 越南警方逮捕了两名活动人士, 理由是他们在网上散播批评共产党政府的文章。 这两名人士, 越南的公安部发表声明说, 阮友荣和阮世民星期一在首都河内被逮捕, 他们被控滥用民主自由, 在网上散播损害国家机关声誉和信任的言论。 阮友荣和阮世民如果被判的罪名成立, 将面临多达七年的徒刑。 泰国的官员说, 星期一, 泰国北方靠近缅甸和老挝的青莱发生六级地震, 造成一人死亡, 二十三人受伤。 死者是一名八十三岁的妇女, 因为房屋倒塌, 伤重不治。 另外有许多房屋, 医院, 寺庙和其他建筑在地震中受损。 这次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较大的余震, 是泰国有记录的历史中最强的地震之一。 由于地震发生在地表以下7.4公里处, 震源较浅, 所以甚至连曼谷和缅甸城市仰光都有震感。 全球问责组织透明国际最近公布了有关欧盟及其机构的首份报告。 到调查的对象, 包括欧洲议会和其他部门发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杰里夫洋的采访报道。 这是欧盟首次受到政府良智组织透明国际的审查。 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人马克·派拉拉通过视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欧盟各机构存在显著的问题。 我们发现欧盟各部门存在很多问题, 包括决策不透明以及游说制度缺乏透明度。 我们还看到在如何处理欧盟资深决策者的利益冲突方面需要改进。 另外,欧盟各部门内部对告发者缺乏保护, 而我们把这些人视为揭露腐败嫌疑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也发现对于腐败公司的制裁措施不得力。 资深腐败的一个常见途径是外来利益集团影响行政和立法决策者的游说制度。 透明国际的报告说, 欧盟目前控制游说者如何与领导人和立法者互动的管理制度还远远没有到位。 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凯加尔德同意透明国际的说法。 他说, 这对于一个负责管理整个欧洲大陆很多地区的机构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在游说能力和游说者如何接触欧盟决策者方面,概念模糊。 我认为这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许多国家法律要求领导人和议员充分披露自己的金融控股利益和资产, 这样有助于让公民确信他们做出的决策与公共利益没有冲突。 透明国际报告的主要起草者派拉拉说, 这是欧盟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有义务公布他们的金融利益, 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克凯加尔德说, 欧盟可能在加强反腐败的法律和程序方面感到有困难。 然而我们发现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个人声明中的金融信息得到系统的全面的证实。 但是民意调查显示, 大约70%的欧盟人口认为政府容易产生腐败。 透明国际的人士表示, 如果欧盟领导人关注这个事实, 那么腐败风险就需要在变成腐败丑闻之前得到处理。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 美国向尼日利亚提供反恐援助, 帮助尼日利亚寻找上个月被伊斯兰激进组织伯科圣地绑架的数百名女学生。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BOA卫视新闻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 绑架是可怕的悲剧。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我们对尼日利亚的反恐援助集中在信息分享, 以及改善尼日利亚法医和调查能力上, 同时强调保护公民, 确保人权受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性。 我们同尼日利亚政府一道, 加强其刑事司法体系, 增强政府的信心, 支持其对暴力犯罪者生之以法的努力。 4月14日, 武装分子在博尔诺州齐包克镇一个学校里, 绑架了那里的女学生。 尼日利亚当局说, 一些孩子们逃了出来, 但是仍然有276人下落不明。 博客胜利头目阿布巴卡尔·谢卡乌 平时在一份视频中用豪萨语说, 他们对这次绑架事件负责。 真主应该把我们和异教徒分离, 所以我们必须要遵从真主的旨意。 兄弟们, 砍掉异教徒的头。 他们说, 我绑架了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孩子, 这让你们感到不安, 女士们离开西方教育, 去结婚嫁人吧! 是我绑架了你们的女儿, 我会在市场上把她们卖掉, 有卖人的市场, 真主命令我卖掉她们。 未经正式的报道说, 一些女孩子已经嫁给他们的绑架者, 其他一些人据称已经被转移到 邻国卡麦隆和乍德。 星期天,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下令 高级安全官员 尽一切努力营救被绑架的女孩子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他不期待美国的军事资产 将被用于搜寻工作。 有报道说, 一名敦促乔纳森寻找被绑架女孩的 抗议者领导人被捕。 对此, 哈夫敦促阿布甲要尊重人民 自由表达和集会的权利。 VIA卫视新闻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美国比汇中心 星期一晚上举行了盛大的颁奖典礼。 中国被监禁的维族学者伊利哈姆的女儿出席典礼, 替父亲领取了自由写作奖。 她表示要为父亲尽快出狱做一切的努力, 笔会关注遭到中国打压的作家, 批评习近平政府为打压恐怖分子, 却监禁和平表达的学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比汇中心, 星期一晚上向被监禁的中国维族经济学家作家伊利哈姆 颁发了2014年巴巴拉格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 就读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伊利哈姆的女儿伊利哈姆菊尔 出席颁奖大会替父亲领奖。 会上放映的短片介绍了44岁的维吾尔族比汇会员伊利哈姆 因其在网络上发表了维护中国穆斯林维吾尔族少数民族权利的言论 而长期受到中国当局的骚扰。 他于2014年1月15日在北京家中被当局 当着他两个孩子的面实施了抓捕。 一个月后,伊利哈姆的妻子接获当局 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名正式逮捕伊利哈姆的逮捕通知书。 伊利哈姆面临10年致终身监禁的徒刑。 伊利哈姆的女儿菊尔的出席 受到与会数百名作家的热情欢迎。 她在演讲中介绍了她父亲的主张和观点。 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父亲,然后能为我父亲尽快出席而做出帮助。 菊尔说,替被监禁父亲出席这一隆重颁奖典礼非常激动。 她也非常感谢与会的美国作家。 要是不被派行,那肯定是更好的。 我现在会做出一切努力为了让她尽快出席。 美国碧汇中心执行主任苏珊·萨兰顿说,碧汇是个国际性组织,其成员遍布一百多个国家。 该组织与作家站在一起。 她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令人忧虑,尤其是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际。 我们非常关心高瑜,关注他失踪所意味着对其他作家的威胁。 在此周年之际,所发起的对表达自由的威胁。 她批评中国当局打压以和平方式表达观点的作家。 习近平说,他要在新疆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暴力行为。 但是他却监禁了为和解而发出最清晰、最和平声音的人。 他的策略是错误的,最终将不会获胜。 倡导作家权利和表达自由的美国碧汇中心, 通过今年颁奖给被监禁的维族作家伊利哈姆, 强调保护网络时代的表达自由。 碧汇还将其最高荣誉2014年艾伦基金会文学服务奖 颁给了原笔会主席作家萨尔曼·鲁斯迪, 并将今年刚建立的数码自由奖颁给了推特执行长迪克·库斯托罗。 两名严重烧伤的中国渔船船员上个星期五在太平洋获救之后, 美国空军出动了医护队伍进行救援。 星期一晚上终于把伤者安全地送到了美国加州的医院。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空军在亚利桑那州南部的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发言人施文森表示, 空军医护人员在委内瑞拉渔船上稳定了船员的伤势。 参与救援的一架飞机和两架直升飞机从墨西哥海湾的卡波圣·卢卡斯来回飞行了9个小时, 空中加油4次。 下午5点左右,直升机返回了卡波圣·卢卡斯, 伤患再转达固定翼的飞机前往美国。 7点半抵达南加州圣迭戈的北岛海军飞行站。 据施文森当晚10点半通知美国之音说, 两名中国船员平安抵达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医院的烧伤中心, 这是圣迭戈地区唯一的烧伤专科诊所, 他们将在这里接受治疗。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越南和中国政府最近因为一个游景钻探平台, 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问题争执不下。 越南政府星期一要求中国游景船停止在争议的海域进行钻探作业, 并称北京做出让这艘深海的钻探平台到该海域的决定是非法的。 不过中国不理会这个反对, 表示钻探区域位于中国自己的领海之内。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人鱼洋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5月3号发出公告说, 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 自5月4号到8月15号在西沙群岛附近进行钻探活动。 越南宣称对这个海域拥有主权, 并指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钻探平台是在距离越南海岸120海里的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内活动。 越南外交部发布的声明说, 任何外国实体未经越南许可在越南领海的活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越南强烈抗议这种活动。 不过,中国政府不仅对越南的反对不予理会, 中国海事局星期一还进一步宣布, 禁止任何船只进入以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作业方位为原新的三海里半径范围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国海事局5月3号就中国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的作业工作发布了航行警告, 相关作业工作完全在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区域内。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博斯科最近在一个研讨会指出, 东南亚国家现在形容中国在海洋领土争议的表现已经从原先的极为自信改变为带有侵略性。 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中国军事及政治领导人会在国内激发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他们经常提醒中国人民, 中国遭到西方国家几个世纪来的羞辱, 现在中国已经超越原先为台湾而战的准备, 把目标放到其他地方, 包括美国的海空能力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 而且还提醒这些国家, 中国是一个大国,你们只是小国。 中国称西沙群岛的帕拉塞尔群岛经常是越南与中国 为南中国海领土引发主权争议的紧张来源。 中国宣称几乎所有的南中国海为其领土, 不过菲律宾、台湾、马来西亚、文莱和越南 也对部分海域宣示主权。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在菲律宾的访问中强调, 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受到尊重, 任何领土争议必须通过和平方式, 而不是武力胁迫来解决。 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成芳,任玉洋的报道。 大家好,我是OMG美语主持人白杰。 我们这周就会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美式的婚礼。 好,别忘了在新浪微博上关注OMG美语。 好,拜拜。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OMG美语的时间。 今天白杰要教大家怎么用美语说, 情侣分手之后又附和在一起,赶快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OMG美语,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 附和。 made up, made up, made up, 喝好了,要在一起了。 back on, back on, back on. 重新恢复。 I have some really great news. 我有一些好消息。 Oh, wonderful! What's up,白杰? Oh,太好了! 是什么,白杰? Ryan and I made up! The engagement is back on! Yeah! Ryan和我喝好了。 而且我们又订婚了! Yay! Got back together! Got back together! Got back together! 喝好了,又在一起了! Hun? You guys got back together? I thought you were single and ready to mingle! Uhh,你们喝好了! 我以为你是单身! 而且也准备好 再去找个朋友吧! We got back together yesterday! I called him and apologized for being so indecisive! And he said he missed me like crazy! 我给他打电话 道歉 说我不该犹豫不觉! 他说他想我 想得要疯了! The only one for me! The only one for me! The only one for me! 唯一命中注定的人! Ryan is the only one for me! I'm so glad you got back together! Ryan is my real friend! 我和他复合! 真是太开心了! 好,请请订阅告诉我 Who is the only one for you! 好,bye bye!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nna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战转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故意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起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走者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EOA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 或者想和我们联系 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eoaxingwenatgmail.com 我是李一华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黄耀义和吴欣欣 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们下期见